弟兄姊妹们好 很开心和大家分享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也是在时间上很特别 今次的主题是启示录 五章至二十章的大纲和七人 因为我觉得这是 你们教会的同工和领袖的 圣灵的带领 想我讲启示录 一直顺着次序讲 为什么有神的安排呢? 我讲一个很奇妙的事发生 在两个星期之前 有一个在外国的姐妹叫Phoebe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的 你会看到Phoebe 讲到她如何认识我 我讲一讲简单说 在大约十年之前 她偶然看到我的影片 只看了一点 她就发梦了 她常有异梦 她发梦了 听到声音跟她说 你看着这个就是异牧师 就看到我在为人祈祷 她说你看着这个就是异牧师 她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 一个安排 然后她就接触我 接触我之后 我跟她有继续的联络 但是内中感 然后两个星期之前 不是 两个星期之前 她就发了一个WhatsApp信息给我 她说 我本来很辛苦 因为她患了这个感冒症 很严重的感冒症 有一个多元 一个多元之后 她就很辛苦 她忽然想想 不如看异牧师的影片 因为她停留一段时间 她看的时候 她说看完 她就跟着我的信息那里祈祷 她忽然舒服了 她本来很辛苦 她就传了一个WhatsApp信息给我 她说我看完你的信息 我的病就觉得舒服了 于是我就打问了她 打问了她的时候 就了解一些很奇妙的事 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 她没有告诉我 原来在几年之前 她就发过疑梦 我为什么知道疑梦呢 因为她是不认识啟示录的 她有看过 不过她不是很认识的 她看到这个异象是什么呢 整个海满了血 还有很多瓊鱼 死在海里 还有陆地 有很多大笨象 对着死了 身体是灰白色的 不是普通的肉色的 还有些还没有死 把象拔举向天上哀鸣 这些真是末后的情况 然后她又说她又看到 要组织一下 她又看到月亮 月亮好像血流出来的 红色的 这是她若干年之前的异象 然后她就告诉我 我听完之后 我说 这个真的是神向你的启示 因为你又不熟悉启示录 你说的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血 这个海变血 还有那些动物死 海里的动物死 当然地上的生物也会死 还有月亮变红变血 这是圣经所说的 那我就跟她祈祷 然后两天前 她就说 哎呀我昨晚又发了一个恶梦 我说什么恶梦 我以为是什么不开心恶梦 原来又是末日 我觉得还有另一个人 一会我再说另一个人 就是 我觉得是神的 特别的启示 她就发了一个梦 是什么呢 她说有一个城墙 有很多人排队 队是长得看不尽 这么长的队 这队就到了 有一些很异形的人 即是 形状像人 但她的样子是很不像人 因为她的头很大 而且她的面色是很奇怪的 还有一个领袖是红和黑的颜色 其他人是蓝灰色的 即是这样的人 就跟那些人说 你是不是拜这个仇 她愿意拜就没事了 不愿意拜就要杀死了 将她折磨 她手上带着凶残的武器 去杀伤她们 然后将近死就把她放在城墙上 这就是她看到的异象 她说我看到很害怕 我醒了还是很害怕的 这是两天之前的事 我已经放在上网 大家看Phoebe 你就会看到这个影片 在一天之内 很多人看了 有时候差不多四百人看了 然后昨天 昨晚 我又看到一个WhatsApp信息 这个WhatsApp信息是由英国来的 有一个人说 我又看到末日的异象 他就告诉我 我就听她说 我同时摄 不是摄录 而是录音 我问她能不能录音 她说可以 我将会放在网上 这个人叫Vivian 她看到什么呢 其实她有不同的梦 她说 之前耶稣带她上天 在云上玩 我怎么玩 她拖着我的手 一转转转 很开心地笑 她也见过这个白色的宝座 她看到一个 好像水晶整的楼梯 在这个白色的宝座上 她有这些经历 但是 她在这个俄乌战争前 数个月 她发了好几次 看到俄乌战争 那时候还没有发生 那些人不相信他 但他接觸了一個在加拿大的執事 那人就相信他 即是說這可能是末後發生的事 他看到那些衣服 他看到是烏克蘭士兵的衣服 然後他告訴我 他發過不同的異夢 神讓他看到末後的時候 他看到這個俄烏戰爭之後 後來他就發夢 在一個夢中 他就躺在地上受傷 而且他看到周圍很多人死了 後來他就去到醫院 他說是一幕一幕的 不是一次過的 是一連串的夢 所以這個可靠性 一連串的夢 他就去到醫院 然後他就看到 他說 我認識到一些人 都在那裡受傷 而且他就看到 城市的屋子 好像有灰色的東西 蓋住 這件事是可能 譬如 核戰 如果近的那些就燒光 軟的那些灰色 就蓋住了 不知道是否 總之 他就看到那些屋子 蓋住灰色 耶穌跟他說 那句話 他就說 走了 他收到的意思 就是耶穌就快回來 我覺得很奇妙 昨晚 在启示录的訊息之前 就收到這樣的訊息 然後 一個星期之前 看看 不是 是兩天之前 對不起 兩個星期之前 是Phoebe跟我聯絡 有兩天之前 他就告訴我 發了一個宴蒙 就是人們排隊要受刑 這個已經在網上 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末後的日子 我希望大家多些討告 領受神的感動 我們真的要預備 而我 剛剛你們的教會 請我講啟舌錄 首先就看這個 啟舌錄五章至二十章的大綱 這個 相當密麻麻 不過在你們的秩序表 已經有印出來 簡單地說 首先我們明白 啟舌錄裡面有四個 四樣東西 就是七印 七號 七雷七碗 你看到有 橙色和黃色底 一看下去就看到那四樣東西 七印 七號 七雷七碗 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解釋啟舌錄 上個月 我的訊息已經說了 啟舌錄 不是一本 順著時間次序的書 它是重複說末日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綠色 背景上 黑色的字 末日 七次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顯示有七次 這些照片 首先已經放在你的電腦 如果你想看 另外已經是直播在Facebook 好了 內容 我現在看看 第五章 上面的數字 就是只有羔羊配開七印 然後第六章就是開一至六印 而第六印就是末日 待會我們會看 因為說到寶座者和羔羊的憤怒 的日大日子是單數的 就是所有的君王神宰 遺盧 自主 全部都向山和岩石說 賭在我們身上 賭在我們身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想逃避這個憤怒的大日 這個憤怒的大日 根據啟示錄二十四章 對不起 馬太二十四章所說 就是耶穌說到關於末日 說到有大災難 由大災難之後 就會有人子的先兆顯露在天上 然後萬族就哀哭 然後人子就駕雲降臨 這個講道就是人子降臨 就是出現 之前也沒有出現 所以這個講道 他們要面對助寶助者和羔羊憤怒的大日 就是他們要出現 所以這個也是末日的 第六印已經是末日的 然後就是第七章 啟示錄 當你明白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更多 就是七印七號七雷出喚 中間加插了不同的東西 我形容它為何不是順次序呢 它是好像 約翰看到不同的異象 又加插不同的將來發生的事 所以看的畫面 未必是順時間次序 但是當然 例如七印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但是很奇怪的 一件事 第七印一開 就是七號 即是說它不是有七印的 那七印就是七號 所以那幾樣東西 好像重疊一樣 然後中間有加插第七章 加插印了十四萬四千的以色列人 還有很多在患難出來的人 待會我們會解釋這個經文 然後第八章就說到第七印 一、七印一開就是七號 首先八章就是一至四號 然後第九章就是五、六號 就說在地上的人有和尿 只剩下那三個災災 五、六、七號 第五號是甚麼呢 開毛底坑 然後很多蝗蟲出來 刺傷的人 他們就痛苦五個月 這個蝗蟲的主 他的翻譯就是破壞者 然後也有四個使者 從伯拉大河出來 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其實這些在第四印就已經死了人的四分之一 這裡又死了三分之一 所以這是末後有些嚴重警告的情況 然後第十章就說到七雷 但是七雷封上是沒有說出來的 然後約翰就要吃這個小卷 就說你要向各國去講預言 這裏所說的應該是 他用啟示錄來向世人述法預言 然後第十一章就說到踐踏聖城 這個外院就被外邦人踐踏 但是依然有這個聖所 這就是屬於神的 即是這班人仍然跟從神的 踐踏聖城 然後有兩個見證人 他的時間是1260天 數出來的就是42個月 又是三年半 就是跟敵基督的時間一樣 上一次我說過 很多人說大災難是七年 但其實從大年書第九章 那裡並不是說到 他跟很多人立約的 不是敵基督 而是基督立新約 所以其實時間是三年半 兩個見證人是三年半 因為說到這個獸會殺死兩個見證人 所以他們兩個時間可能有些過關 有些蓋蓋 但是敵基督先出現 然後這兩個見證人出現 然後敵基督就殺了這兩個見證人 然後他復活 可能那時候已經是耶穌快要降臨的時候 他們兩個時間不是一世一樣的 然後就是兩個見證人 然後七日很明顯是末日的 死人復活 就是所有神的先知眾聖徒 全部年大大小得賞賜的時候到了 審判死人的時候到了 然後敗壞這個世界的人也要敗壞 所以七日又是末日 你看聖經就看到了 然後第十二章 就加插了一個婦人 她又生了一個男孩 這個男孩後來被提到耶穌那裡 不是 被提到天父那裡 神那裡 所以這個男孩 她用鐵像核管萬國 所以這個應該是說到耶穌了 就是她生了一個男孩 然後龍就要迫伯婦人 但是神又保護她 然後她就迫伯其他兒女 所以這裡所說的 就是說到耶穌被提到神那裡 即是她升天 然後龍就會迫伯基督徒 然後第十三章 這個大家會很記得 因為說到從海中出來的獸 以及從地中出來的獸 就弄了獸像 有生氣 那些人就迫他們 要拜獸 如果不拜的人 就會殺死 這個就是 Phoebe的夢 就是那些人不肯拜的人 就會殺死 然後獸的數目就是666 如果你沒有獸獸印記 就不能做買賣 所以在那時候 仍然有基督徒 所以 聖經說到 就是基督徒勝過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基督徒仍然存在 並不是災前被提 這就是聖經 我上一次已經說得很詳細 接著就是 他跟基督徒爭戰 他有德性 但這個德性 不代表他殺死所有的基督徒 只是說 魔鬼當時是德性的 敵基督徒是德性的 然後在十四章 有說到又有十四萬四千 其實在啟斯律裡有說三群人 一群就是以色列人 第二群就是 那些無數的人 從大災難出來的 這是在 第七章說到的 在患難中 從患難出來的人 經歷過患難的人 到了十四章 十四萬四千 是同身的人 跟著耶穌 這應該是說到 跟神很親密的人 同身未必是他們沒有結婚 而是他們真的很親近神 他們沒有信靠其他宗教 總之他們不讓任何影響他們跟神的關係 又有說到三個天使在空中 非常宣告 第一個天使叫他們信耶穌 叫他們信福音 和敬拜神 第二個天使說 巴比倫大城要毀滅 第三個天使說 如果你們拜仇 和受仇印記 你們的份就在流氓的火候裏 就是這三個天使 所以在末後的時候 我們看到 全部這些都是神掌管的 七人是基督開始 由七號七雷出喚都是天使開始的 所以都是神開始的 不是魔鬼開始的 然後就是在十四萬四千 三個天使 又有廉刀 這裡就說到 人子坐在雲上 有個廉刀 要靠下來殺死那些人 這跟馬太二十四章所說 人子在雲中降臨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又是說到末日 然後第十五章 就說到神要在那七碗 發盡他的怒氣 第十六章才說到 第十六章才說到 第七碗 就是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這也是 那些人跟基督打仗 所以這又是末日 第十七章 以及十八章 就說到這個淫婦 就是巴比倫 他是管轄地上縱皇的城 這個未必是以前的巴比倫城 是說到將來有一個城 是管轄世界各國的 這個縱皇的一個城 而這個城 稱為淫婦 即是他拜偶像 叫很多人去跟從他拜魔鬼 而有十皇和主去爭戰 所以也是末日 然後第十八章 就說到巴比倫 一日之內談到 所以巴比倫城用了兩章去說 將他談到 那些獸人很憎恨他 將他傷害 然後十九章 所有人翻譯聖經 解釋聖經 都會說 這個就是末日 即是耶穌回來了 有基督的婚言 以及主耶穌擊殺列國 這個也是說到末日 但之前已經重複說了很多次 二十章 就是大家應該很熟悉的 說到這個千年 我到時才會解釋 會釋放魔鬼 然後有最後的爭戰 這就是一個大綱 下一個也是這個大綱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時間 第十一章 說到淺納聖城四十二個月 即是三年半 然後兩個見證人 一千二百六十日 又是三年半 大家可以在第十一章 然後第十二章 看到婦人生了男孩 婦人養活一千二百六十日 這個婦人應該是以色列的 她就生耶穌出來 又是三年半 即是養活這個婦人 在一千二百六十日 即是在這個大災難時期 神也養活她 然後第十三章 兩個受爭戰的時候 第一個受是四十二個月 又是三年半 我給大家看到 這個時間表 重複講到不同的事情發生 都是三年半的時間 好 接著就是講一講七印 七印 第一印就是白馬 騎馬的人 戴著一個公 其實在預備的時候 我之前也有上網看的 上網看到底這個白馬是誰呢 騎白馬是誰呢 是基督還是敵基督呢 我在這段時間 詩經最詳細看聖經 我就找到一個答案 因為我上網也看到 他們多數就說 他拿著公 就不跟基督出現的時候 的狀況 所以這就是敵基督 用這個詩經 但我有另一個解釋聖經 這個很明顯不是現在的戰爭 因為這個字叫什麼 奪去太平 即是沒有太平 現在還有太平 現在我們還是太平 很多國家還是太平 雖然有戰爭 但是說奪去太平 很明顯 你一定會知道 所以有些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現在已經去到第幾印了 第幾號 有些這樣說 這個第一印 我稍後會給大家看 這個是敵基督 是未曾應驗的 未曾有這個人物出現的 他騎馬出來 聖鳥有聖 這是未出現的 第二 世界未奪去太平 所以這個災難開始 是很明顯的 奪去太平 即是沒有太平的地方 這個世界上 周圍都在打仗 接著第三印 就是食物短缺 食物很貴 第四印就是灰馬 死了四分之一的人 不同的原因死了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 你說很明顯 三樣東西在這裏 第一 敵基督出現 聖鳥有聖 第二 就是奪去太平 再沒有太平 第三 死了人的四分之一 那你所有人都知道 你怎樣都知道 到時可能沒有新聞 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事都可能 即是戰爭 你未必會像現在坐著看電視 今天有什麼新聞 即是未必收到這些新聞 但我們都會知道 周圍都是打仗 以及死了很多人 我們都會知道 然後第五印就是殉道的人 求神申冤 但是神就跟他說 你等到被殺的數目滿足 然後神就會申冤 然後第六印就是 天被捲起來 神憤怒的大日 就是寶座者和羔羊 他們憤怒的大日 到了 誰能當得住 他們就很害怕 然後第七印就是七號的出現 好了 我們現在看一看 第五章 先說到 第五章九節 你們可以一起讀 你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 各方各民各國 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然後呢 解釋六章一節 我看見羔羊 揭開七印的第一印的時候 見有一匹白馬 騎在馬上的拿著宮 並有冠冕致給他 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好了 我們看聖經要習慣 留心看每一個字 每一個詞 有時我跟釋經 他很簡單說到 在後備題 他說 你這麼緊張 一個詞 一個詞 我說 這是聖經神的說話 聖經也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察 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是有益的 那我們的信仰是跟著什麼 傳統 有些人以為傳統 只是古代的傳統 現在有些教會也有傳統 是聖經沒有說的 譬如七年大災難 聖經是沒有說的 只有三年破 沒有說到七年 這是一個傳統 另外的傳統 譬如有些人會覺得 總之在聖經裡面有很多東西 他們沒有從聖經看到的 他們就當成 我們就去看清楚 這裡說到 我們從聖經去找答案 每一個字都留意 這個很重要 每一個字都留意 第五章 這個還沒有說到七印之前 第五章 就說到 你高揚佩拿書卷 為什麼佩拿 配開七印呢? 因為當時大衞 約翰哭了 他說沒有人配開 他就哭了 但是 天使跟他說 就是高揚佩開書卷 他說 因為你配 因為你曾被殺 過去式 你已經被殺 用自己的血 在各族各方各文 各國買了人來 也是過去式 買了人回來 叫他們歸於神 然後 高揚就開七印 然後有個馬出來 就拿著功 就得勝了 再有冠冕至吉他出來 又勝了又勝 我們看看時間 第一發生的是 高揚曾經被殺 過去式 然後 他就用血 買了很多人來 這又是 已經正在發生 那麼 你就配開七印 即已經成為過去 他已經被殺 已經救了很多人 由他被殺 救了很多人之後 他就開七印 一開 出了個白馬 這個白馬就開始得勝了 是否在時間上兩樣東西不同 他之前已經得勝 現在他開第一印 這個出來開始得勝 所以這個不是基督 因為他一向已經得勝 耶穌在十字架上 已經成就救恩 已經是得勝 他已經 捆綁這個壯士 能夠從這個壯士家中 搶奪他的家具 所以他已經是得勝 那些人已經得救了 他已經得救了 不是得救 是得勝 他已經得勝 那些人是得救 那他就開七印 開了之後 然後這個 騎白馬的出來 他就勝了又勝 所以呢 是後來的得勝 所以這個不是基督 那些人是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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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現在開第一印 就開始有個騎白馬出來 勝利又勝 現在他是拿著公的 那跟耶穌出現的時候不同 你看到第十九章出現的時候 他有神之道在上面 他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他是不同的 而這個就是他出來的 勝利又勝 那這個經文是沒有講解 所以我就解釋這個就是敵基督 因為耶穌一早已經得勝 現在他開第一印 就有另一個人物出來 他又勝利又勝 他如何勝利呢 譬如他說 打仗勝利 一個可能勝利 另一個就是他勝利過不同的國家 他做什麼他都成功 他要想達到的成功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跡象 就是我們會看到敵基督的勢力 敵基督出現 而他是一直得勝的 這個就是第一印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七印的開始 下面就是解釋這件事 好了 然後騎白馬的應該就是敵基督 他剛剛出來 第一印之後 就跟著奪去太平 即是敵基督出來 就奪去太平 糧食短缺 以及死四分之一的人 啟示六章一節 那裡就看到高揚揭開七印的第一印的時候 聽見四個活物 有一個活物 聲音如雷雪 你來看 我就觀看 就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 他就出來 勝利又勝利 對比啟示六十九章所說的高揚出現 第十九章十一節 我觀看見天開了 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 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頭上帶著許多冠冕 在天上的縱軍騎著白馬 其餘的都被騎白馬的口中出來的劍擊殺了 這裏我們看到 他的出現和拿著公的很有分別 他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然後第二印 啟示六章三節 我們一起讀 結開第二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 說你來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 是紅的 有拳兵吸尿那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比此傷殺 又有一把大刀刺給他 好了 下面是我寫的 不是聖經 在地上再沒有太平 因為奪去太平 已經沒有太平 這就是 Vivian 她所發夢所見到 看到很多人死了 那些屋子鋪灰 還有看到打仗 這些都是 到那時候 所有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世界再沒有太平 那時候 基督徒是怎樣 我們就不要害怕 死了 死了 怎麼辦 或者看到基督得勝 死了怎麼辦 其實這些是歷史改不了的事實 是不能夠改變的 我們祈禱 就不是說 神啊 拿走敵基督 他不會拿走 直到耶穌回來 我們祈禱什麼 基督徒叫我們 有力 得勝 靠著耶穌 站立得穩 靠著耶穌 不要放棄 祈禱更多人 親近耶穌 所以 我多次在網上發出信息 基督徒是要面對大災難的 因為太多教會 他經常說災前避體 很多人都覺得 哇 不要緊 什麼戰爭 什麼瘟疫 不要緊 我們到時 全部消失了 那就不用怕 沒有什麼怕 他們就有一種 逃難心態 但其實 很奇怪 就是這麼多人 這麼多神學院 為什麼不慢慢看聖經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英文網上 有頗多的人 還有書寫出來反對災前避體 但是中文是沒有什麼 我真的看不到有 我是一個最初 再開口說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以為 他們是災前避體 這樣就脫爛了 但是我們到時 真的會看到這些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跌倒 而我們很重要的是 看到啟示錄 說到末世 其實是神掌權的 因為七人是基督配開 然後七號、七雷、七腕 都是天使開的 不是魔鬼開的 而裡面有說到 不同的地方 說到神是掌權 那兩個見證人 見證三年半的時間 而他口中出來的火 可以殺滅敵人 用各種災難 攻擊那些不聽神話的人 天使在空中飛 那些沒有受神的印記的人 被蝗蟲釘了他們 之後痛苦五個月 很明顯是神掌權 那些沒有受神印記的人 他們是受苦的 也說到受的國黑暗了 這些都很清楚說到 而且他們都生了倉 很明顯在大災難時期 並不是魔鬼全然得性的 他有得性的地方 但他不是全然得性的 他是受很多苦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怕 既然神掌權 神也說到時候 當時你不用想說什麼話 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指教你當初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到時聖靈會帶領我們 怎樣回應迫伯我們的人 如果他會帶領我們這樣 也會帶領我們保護我們 因為在啟示錄講到災難的時期 基督徒仍然在作美好見證 他們靠著羔羊的血 和所見證的道德性 所以我們到時是一樣 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一定神有方法 不用靠拜壽和壽人 可以得到食物 可能神叫我們吃草 吃樹皮 或者祈禱也不用吃東西 就已經可以了 或者有那麼多食物 可以分開很多人吃 或者可以吃石頭 也不一定 神用什麼方法 我們不知道 但是神是保存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有一個責任 我希望大家聽到之後 你真的把這個信息傳給更多人 我們需要預備見耶穌 我們需要暫立得穩 但很多人經常都沒有準備 其實很多人會跌倒 那時哪有許多人跌倒 但是二十四章 耶穌講到末日的時候 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好 然後第三印 我們一起讀一下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 李來 我觀看見有一匹黑馬 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聲音說 一錢銀子買一聲墨子 一錢銀子買三聲大墨 柔和酒不可糟蹋 所以說到食物很貴 以及不可以糟蹋 即是食物是很短缺的情況 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現在隨時想吃 吃到肥肥白白都可以 現在是注重減肥 到時你不用減肥了 因為食物太短缺了 然後第四印 也很明顯 因為死亡四分之一的人 我在這裡有些數字 世界人口七十八億 中國人口十四億 死亡人數四分之一 是死亡五億 即是比中國人口更多的人數 到時我們也肯定知道 並且也挺恐怖 很多屍體 所以耶穌有說 有些屍體在哪裡 那些鷹也在哪裡 那些鷹在吃那些屍體 在這個末後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一下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 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名字 叫做死 陰虎也除了他 有權聘賜給他們 可以用刀劍、飢荒、瘟疫 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有不同的方法殺死不同的人 戰爭其中很重要 另一種瘟疫 我都說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第一就是 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很多的菌 很多的病毒 這些菌一傳開是不可行的 這些菌在哪裡有呢 其中是在蝙蝠那裡 蝙蝠那裡 還有很多野生動物 蝙蝠為何特別多 因為蝙蝠是吃蟲的 所以很多蟲的菌 都在牠身上 還有你們聽到禽流感這些 還有另外一件事是很危險的 是有些實驗室 專門用這些菌來做實驗的 試一下如何後果 這些一爆發後 後果是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其實這個瘟疫 有可能是人為的 人為的時候 後果真的難以想像 我們真的祈禱求神 憐憫 這些藥一定會來 不會停止 憐憫是甚麼呢 基督徒站在那裡 其實瘟疫 到了那時候 你不能再打預防針 我們現在有的措施 都不能再用得著 但我們日神 你保守吧 保守我們基督徒有健康 在那時候能夠作見證 是難以 你可以用人的方法 都是難以保存我們的生命的 但神可以有方法的 第五印 我們一起讀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 有為神的道 並為作見證 被殺之人的靈魂 大聲喊著說 聖結真實的主 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 給我們身流血的冤 要等到何時呢 於是有白衣 此事給他們各人 又有話對他們說 還要安息見事 等著一同作伯仁的 和他們弟兄 也像他們被殺 滿足你的數目 在第五印的時候 在祭壇底下 有為神之道 並為作見證 被殺之人的靈魂 他們大聲喊著 這些人受迫伯被殺 大聲喊著說 聖結真實的主 你不審判地上的人 要等到何時呢 有白衣賜給他們 又有對他們說 你安息見事 等到一起作伯仁 和他們的弟兄 好像他們被殺 滿足你的數目 即是說到 基督徒 我們說到耶穌回來 有幾個條件 一個條件 就是福音傳遍普天下 第二個條件 就是 天使有討告 到神的寶座面前 那個討告 去到滿足的數量的時候 還有第三 就是那些殉道的人的數目 也有一個指定的數目 到那時候滿足 有些人說 死吧 如果殉道 一個子彈 就不害怕了 有些不是子彈 是折磨的 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神是紀念 神是祝福 和會加力 所以一天 你真的被人傷殘的時候 你就依靠神 親近神 神啊 你一定跟我一起 我們都相信 如果我們被逼迫的時候 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如果真的殉道 聖靈也會跟你說話 那你就是想著神 想著聖靈 你就好像忘記了周圍發生什麼事 在這種情況之下 神就將你接去 即是說 在這種情況 你更加經歷神的幫助 希望大家到時不要害怕 還有很多事情 都不要放為最重要 其中一件事 祂可能捉住你的家人 我們真的要向家人傳呼 這些日子要來到 在那些日子 就算被逼迫 你不要否認耶穌 有時候可能會這樣 祂是捉住我 你的子女在看著你 你被折磨 就叫他們拜壽 但是你說 不要 千萬不要拜壽 千萬不要拜壽 無論是我被傷害 你被傷害 我們拔住耶穌 耶穌會跟你說話 你親近神 祂會跟你說話 祂會帶領你的 即是我們都需要教導人 有這個預備的心 讓我們在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不會跌倒 會靠主站得穩 還有這裡有一個迫白的數目 好了 到第六印 啟示六章十二節一起讀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 我又看見地大震動 日頭變黑像無暴 滿月變紅像血 天上的星神聚落於地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天就來移 好象書卷被捲起來 山領海島都被來移離開本位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父戶、葬士 和一切圍牢的、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月裡 向山和岩石雪 倒在我們身上罷 把我們藏起來 躲避寶寶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 誰能站得住呢? 好了 我們看這裡第六印 很明顯是末日 剛才的經文說到 第十六指那裡說到 叫山和岩石倒在他們身上 將他們藏起來 躲避寶寶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 是單數 不是雙數 不是中數 因為有些人說 這是大災難 但這是單定一日的 而他們看到他的面目 躲避寶寶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憤怒 即是看到神出現 所以這就是最後耶穌回來的時候 很明顯是末日 看到末日的時候 就看到地大震動 現在也有地震 不過到時那些地震 我相信真的很厲害 在這時候你就說 神啊 我知道你廢回來 我預備好了 日頭變黑 哇 日頭明明日頭 為什麼日頭都沒有光呢? 月亮好像變紅象血 這就是 Phoebe的兒蒙 看到的 他也不知道聖經有說 這件事 他沒有留意到 到時月亮變血了 然後那些星神就 跌落地下 好像無花果樹被大風移動 如果你看到無花果樹熟 或者任何果樹熟 然後一大風 那些無花果樹的地震動 跌落地下 到時那些星就是地震動 跌落地下 到了那時候 你就知道 真是這個世界末期了 耶穌要回來 然後天就來 好像書卷被捲起來 天就動了 整個天卷開 跟另外一個天 跟現在的天不同 就捲起來 山領海盜都被挪而離開 他們就離開了 山、海、海盜 然後地上所有的軍王、神載、將軍、父戶、壯士 一切圍爐自主 這樣就包括了所有人 因為圍爐和自主 就包括了所有人 躲在山洞裡 從山和岩石說 倒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把我們藏起來 躲避在寶座者的面目 以及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 盜了誰能賺得住 這是單數的 這一天 所以這個日子 是他們要面對神 他們看到神的面目 助寶助者的面目 所以這裡很明顯 是說到 已經是耶穌回來 耶穌降臨的時候 這就是啟示錄第六章 所說的第六印 接著就讓大家看看 第六至九章 啟示錄第六至九章 發生的事 首先第六章 就說到一至六印 而第六印就是神憤怒的大日 就是末日 由七章一至八章 就說到印以色列十二支派 十四萬四千人 七章九至十七章 就有無數人從各國 各族、各民、各方 在這裡讚美神 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被提了 一早已經被提了 但你發覺 在之前已經說到這個神憤怒的大日 就是災前被提了 但是其實已經說到這個神憤怒的大日 已經到了 所以這不是災前被提 而原文的字是act out of 就不是 before 不是 before 不是 before 大災難 是他們經歷大災難 所以是災難之後 我留下一次說 不過讓大家看到 下一次有些什麼 大家回去看啟示錄 你上網看Facebook 立即看到大綱 那你就跟著看啟示錄 去明白啟示錄 如果你還有一本聖經 希望你還有一本聖經 不要只是手機的聖經 那你的本聖經 就寫一些細字 這個就是七印 這個就是七號 七雷七腕 還有這裡是末日 末日 末日 是在那裡出來的 而且他們是經歷過大災難的 因為他的形容 說到他們 神遮蔽他們 就不再受 這裡給大家看看 就是 在這裡啟示錄七章十四節 它說不再機不再喝 日透和炎熱 也不再傷害他們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羊他們 令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拆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這裡說到的情況就是 日透和炎熱都不會傷害他們 羔羊會牧羊他們 令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要拆去一切眼淚 這裡說到他們 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很困難的情況出來 上面說到大災難 那裡出來 從大災難中出來 原文就是 就是out of 不是in the middle of 因為中文就是 從大災難中出來 中 中 中間 好像大災難的中間出來 其實不是中間 是out of 在那裡出來 不是中間到半腦出來 而是他們從那裡出來 中間就是什麼意思 去到災難一年兩年就出來 但是他們說 從大災難那裡出來 所以這是可以經歷大災難的全部 或是一部分 好 我們再看看這個大災難 下一次會看 由第八至十 八章一到二節 就說到七印 開七印就是七號 由八章三至六節 就說到香和眾聖徒的祈禱 從天使手升到神那裡 雷光閃電地震 預備吹七號 由八章一至四號 由九章五至六號 我們看到這些 我希望大家 很重要 預備末日 是深信神的恩典和能力 以及祂看重誰 看重祂大使命的人 當我們看到這些時候 人們想自己 其實是兩類基督徒 一類基督徒 就是想神的計劃 神的恩典 神的保守 有些人就想自己 我很慘 我不開心 我有煩惱 我整天都不開心 你快點幫我 就是注目在自己 注目在自己 聽到這些訊息 就很害怕 也到了最後 那時候 我要吃東西 我不可以不拜壽 那時候 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注目在神 不是注目在自己 將來這些事 一出現的時候 可以一聲爆發 可能那時候 還有新聞看 嘩 忽然間 戰爭爆發 一爆發 一爆發 是不是下一次戰爭 就是末日 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跟著 見到 這裏又打 那裏又打 那裏又打 周圍都打 那你就知道 第二印開始了 或者之前我們看到 基督徒的出現 聖了又聖 我們知道末日 到了 這就是我們挺身 昂首的時候 老家呼音所說 我們基督徒 其實對於人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會看 我當作世界歷程 有些人會看 這個世界歷程 我最重要是賺錢 結婚 生孩子 買到一間屋 做到自己要做的事 這就是一種人的看法 即使基督徒也有些是這樣的 但另一個看法 就是神有計劃 神要拯救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那我是否跟神的計劃配合 即人類歷史為了甚麼 人類歷史是為了我們能夠 建造大屋 很多人可以賺到錢 是否為了這些 是否為了繁榮 是否為了神的計劃 拯救更多人 其實這個世界是過渡期 這世界非我家 這首詩歌 不知道大家聽過 這世界非我家 這個世界不是我家 所以我們的生命不是這個世界 而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聽神話 發揮生命 而這個是要從現在開始訓練 多傳呼音 有聖靈的能力 我下集就在例子局 有侍奉粗練課程 歡迎大家參加 而神現在感動一些人 他很特別 有些人有這些異夢 異象 告訴我們 耶穌快要回來 神就是挑選人 你聽神話 神就會關心你的事情 就會祝福你 我希望大家都預備好 你關心神的事 神一定祝福你整個生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只顧著自己 世上一切都要過去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神啊你是掌權的 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們的生命有一天都要過去 其實如果我們只是追求 世上的一切福樂 賺錢啊 買屋啊 買衣服啊 吃好吃的東西啊 這些一切都要過去 我們享受過 但是又會 吃了又要再吃 睡了又要再睡 所有事情都要重複做 但是我們為耶穌所做 是有永存的價值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 這個世界歷程 不是為了人能夠 建樹、繁榮 世界上 建屋啊 建橋啊 很多這些世上的事情 這些事情都要過去 我們所追求 是有永恆的價值 就是我們能夠拯救更多靈魂 並且幫助更多基督徒 在末後的時候 站立得穩 因為耶穌已經說 哪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給一枝 陷害、恨戶 即是他們本來 是說信耶穌的 但是後來 他們會給一枝陷害 給一枝恨戶 即是他們會攻擊基督徒 是將會發生的事情 求主幫助我們 站立得穩 我們看到這些先兆 很奇妙地 Phoebe和Vivian 這兩位姊妹 他們所領受的異夢 都是很奇妙 求主帶領我們 幫助我們預備好 幫助我們預備到 就是說 就算我若死就死吧 就算我受苦 神會保守的 就算我們受很大的折磨 神會保守 神會跟我們說話的 就算我們真的被人用刀指著 用各樣的方法傷害我們 但是我們知道 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需要習慣與神溝通 到時神會跟我們說話 告訴我們 神會跟我們一起 神會紀念 又教我們說什麼說話 求主帶領我們 主啊 在這個時候 求你幫我們放下那些懼怕 亦都放下我們世上擁有的一切 我們世上擁有的一切 我們在趁錢財有用的時候 我們就去用去榮耀神 神就紀念了 不是積存到錢沒有用的時候 那時候 那些留的錢都沒有用 但今天我們可以用去幫助宣教 幫助人信耶穌的 是神喜悅的 我們願意奉獻金錢神所欺血的 求主使用我們 放下這些懼怕 我們不能死 神會保守我們 神會加力給我們 就算死我們也會去天堂 不用怕 神永遠的賞賜 如果我們有機會殉道的 其實是有福的 神是會永遠紀念 多謝主耶穌 求主釋放我們裡面的懼怕 如果我們裡面有懼怕 或者貪愛世界 覺得很緊張在世上的事 求主幫助我們放下 不要緊 這些世上的一切 不要緊 我為主所做是永存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節 都不能不能上次 所以我們要靠耶穌 得勝有餘 靠耶穌有力量 多謝天父 我們一起祷告 求主賜給我們膽量 放下這些懼怕 如果你仍然對生命 很多害怕 很多懼怕 擔心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懼怕 幫助我們放下 懼怕傳呼聲的心 有時候有些人很害怕 傳呼聲 怕被人拒絕 覺得很醜怪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懼怕 靠著耶穌勇敢 站立得穩 也去宣揚神的信息 告訴大家 預備好耶穌回來 預備好面對大災難 是神所預備的 神一定會帶領我們 神一定會保守我們 神一定會與我們同在 神會加力給我們 神的兒女 是蒙福的 是有力量的 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就說 這些災難 其實會被人看到 聖經的語言應驗 到時候 聖經的語言應驗 我們就告訴大家 你看聖經的語言應驗 你要信耶穌 再沒有事後 末期要到 求主師恩 我們一齊開生 神給我們勇氣 膽量 剛強壯膽 給我們智慧聰明 全陽福音 拯救靈魂 也都在這裏 每一個特影子會 熱心愛主 熱心親近神 不要懶惰 不要閒冷不結果子 接受訓練 被神使用 被神大大使用 去榮耀神 去建立更多人的生命 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結出各人的果子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與我們同在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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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圓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神與我們每一個同在 叫我們站立得穩 千萬不要在那些 跌倒的人的名單裏 我們一直站立得穩 到最後的日子 見耶穌的面 我們歡喜快樂 見耶穌的面 也能夠站穩 能夠保守其他基督徒 有力量的 神保守我們從今到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